字幕作词 & 李宗盛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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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好! 各位台友大家好 現在7點45分 19號9月 拍多段 就是有人問我,為什麼世界各個都知道打仗不好,鬥爭實不好,還要搞盧民雙財,對不對? 很簡單的,我只要你找20個國家的元首,20個不用多,如果多一點就搞30個。 我們找20個到30個國家的元首,指定他們看通兩本書,兩本經,世界是和平的,不是吧? 是這麼容易的,真的這麼容易,看兩本經,拿給大家看一下,一本的可蘭經,你做元首要看的,值得要看的, 這個很新的宗教,我們都尊重的,我有空都看的,一本呢,就是《金剛經》,但我看《港義》了,這本《金剛經》《港義》是最好的,是我看這麼多《金剛經》《港義》,寫得最好的書, 《香港經中方公說》,這是《港義》,是最好的《港義》,是最好的《港義》",人士,是最好的《港義》,我看怎麼ци 之後對那個宗教的問題看得宏觀很多 以及深入很多 對自己做生意、投資有非常大的幫助 第一 學會停 等現在普京都要學會停 即是竹棋 篤的竹仔 那個就是停著 即是隨便走一走 看看對方怎樣走 對方不走 你看不到對方的破綻 對方走完之後 你才看到空間在哪裡 我在《金光經》那裡 因為它《金光經》講宇宙本體的空性 不是空無飄渺的空 即是不是沒有空 《金光經》講宇宙本體的屬性 水是濕的 火是熱的 但宇宙本體是空性 即是不實在的 是幻象的 所以它《金光經》後面 它有一輩子有為法如悶患報映的 如露易如電影作如事觀 但我們凡夫看到夢就夠了 因為我們那個時間的觀念不同 看到幻象那裡已經是神仙的境界 例如我們在地球上的大廈 一路建一路 一路建那麼多大廈 又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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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在離開一個時空的地點 從這邊看回頭來 就看到我們現在地球的大廈 不停地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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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發 這是大菩薩境界的 所以它不執著 我們覺得好像在一百幾十年 我們就在動大廈 等於我窩牛就是了 如果你講那個時間的觀念 我們走十人公尺 幾秒鐘走了 不用半分鐘 走十幾公尺 但那個蝸牛就不同了 變成蝸牛的觀念時間就完全不同了 所以你看得通《金剛經》 用那個夢字 你人生就真的夠了 人生你的世界真是大夢一場 所有藍我人的夢 現在你看到普京就是藍我夢 幾乎早兩年我們做了普京大帝 做沙皇現在被人叫他下台 我們中國翟大哥也是 早幾年 吵鬧了 搞什麼生命共同體 什麼看什麼看 又要做地球畫主 又要全世界向你學習 又要再灌出那個共產思想 說全世界的東西是不可以的 是自己可以的 現在就死狗這樣 在這個常合組織會議 那個叫鼠洞 他經常說人家那些美國議長去台灣叫做什麼 蠢房 蠢房 我形容我們習近平的叫鼠洞 奇蒙頓革的那個洞 他像老鼠那樣洞 會閃爭下來的 那這個大笑話 是一個大笑話 鼠洞 沒有貶義的 這個是我們形容習近平先生這個字的動作叫鼠洞 他們形容貝洛西就叫做傳訪 我形容我們習近平的叫鼠頓 奇夢頓革那頓 他像老鼠一樣 閃閃閃閃閃 現在是一個大笑話 鼠頓 沒貶義的 這個是我們用習近平先生這個字的動作叫鼠頓 他們形容貝洛西就叫做傳訪 年輕人 半斤八兩 有人還招給你 習先生 所以他們叫你的旺久寶 神言 那世界不是你玩的 我一不要命就不肯怕你了 我一不要命就要命 總死無大害 屌你便屌你 是這麼簡單的 王毅欺欺欺怎麼屌你 我替你拼命啊 我不是為自己拼命啊 我是黨國的興亡拼命啊 你搞得我黨散了 全世界是沒有朋友 為什麼國家走出去 連我們的中國人都被人恥笑 那你搞什麼呢 現在王毅部長 你這樣拼命啊 收工啦 就是這樣 你在家裏邊